李相仪和李莲花 他们是一个人 但又不是同一个人 李相仪已造成东海 从此这世上 只有李莲花了 对我来说更多的是 很欣赏李莲花 她能放下所有的一切 她同时也能放过自己 那么李相仪就是天下第一 很傲气 作为演员 当你看到一个角色 没有演过 没有尝试过 你看到有没有哪一点能打动你 它是一个逆行式的一个故事 一个成长 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 很不一样 我觉得也是很有挑战 那么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对于很多的事情 作为自己 也得换一种心态 去看开一点 不能这么走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找 我忙着好好照顾自己 忙着好好生活 对了我跟你说 我还学会了烧菜 烧得还不错 这柴米油盐 它可是比练功还难 我跟你说 做菜就更难 不仅是角色上的出动 对自己的心境上的出动 也是蛮大 看单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 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相似的地方 就是追寻自己的内心 自己坚持 自己想要做的 始终相信自己 付出了会有结果 其实 每个人对江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家国大义也可以 帮助一个人也可以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江湖 所以每个人对江湖的定义不一样 那么李莲花对江湖的定义就是 他遵循自己的内心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不是传统母乡 也不是那种小人物 成长为大英雄 他更多的是放下 这样的气度和胸怀 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连不起 什么纪念 连博纪念 连博纪念 这个车大家都说好像你们古代很有钱 这个设计的挺好的 上面还有个二楼 这明明是房车 而且还敞篷的房车 然后我最近在追剧 看完之后再看一下那个车 还是蛮粗的 都想要吧 房车这也都是李莲花的必备 更多的还是狗狗 它是一个生命 千金不换 对吧 车坏了还可以再修 可以去重新做一辆 更多的还是一个消遣吧 喝喝茶 种种花 让自己心更静一下 哦对 把我家都给拆了 这两个真的是见面的时候让他俩赔 因为这个戏打戏更多的还是木质老师设计的 因为他非常有经验 肯定是有主创团队 我们去控制一下这个戏应该怎么做 怎么打 作为演员来说 像功夫老师功夫明星和武达老师 武达明星 我们查他们查太多了 那更多的还是因为通过这个人物去找 比如说李向仪 他的婆娑布是怎么设计的 他的向仪台阶 包括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包括他后面怀念师父的时候 自己去一个人在竹林舞剑 他是根据他的心境走 他去根据这个人物去走 我对自己的角色 或者武达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也会合了 老师们说 希望观众看完之后 不会有突兀感 这一点是我们当时也是想过这样的 我会觉得 我们就考虑这个人物不是这样的打 就是还是要根据这个戏的类型 做第一个强调 还有去根据这个人物来去设计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老师们比较费心的 因为想是最难的 想象力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怎么想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希望观众去接受它 观众不去感到突兀 这一点是我认为 就是前期创作是比较难的 大家可能也是会有脚头那样的时候 希望观众看完之后 需要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就不干了 这美术老师设计的 我觉得美术老师还给大家很多人送了一辆 我们这美术老师非常好 非常用心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演员 或者工作人员 真的晕倒好多 真的 我们拍莲花楼的时候 这后面的剧情大家可以看到 就女宅的 看到那些小女孩就晕倒了 大家都好运 都中博士 因为你夏天拍戏 尤其是无暇剧 因为我们这个更多的是外景 尽量多喝点水吧 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追了好多的剧啊 看了好多的电影 包括现在也在追 莲花楼 莲花楼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莲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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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奇异果呀 小明果果呀 其实这个还是蛮有缘分的 因为自己的戏就在爱奇艺播 因为我的粉丝就叫 奇异果小明果果 非常的有缘分 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支持一下 莲花楼去爱奇艺看莲花楼 爱奇艺看莲花楼 我又回来了 就在江湖之上 万里疯狂 谁不存流浪 谁不失守着 尽散的云和天涯上月亮 就在江湖之上 我们次看会召唤了之后 我们下手机也许到 分别扭短 踊着至远点而出 还是不语 상 at那个一点 当你这犯限 守幻想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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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幻那边 我们应该 如果谁出来呢 进来 irm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喜欢的结局 问一句 莲花的悲喜 断一柄期间 如请你 寥寥心诗 不负重生 而已 不负重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